一 二 三 金融市生命縣協會 喬前之喜 市長謝國良 和理事長白宥雲等人 共同揭幕 象徵協會服務全面提升 這也是大家在社會上 做什麼樣的工作 都最有意義的一點 我們努力的做好我們的工作 幫助更多的人 謝謝 那我們會繼續努力 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也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生命縣協會 理監事和志工們 致力於自殺防治 和心理輔導諮詢工作 理事長白宥雲 更是幕後重要推手 原本生命縣協會 就職在安樂區行政大樓 長期漏水嚴重 白理事長協助擔保 購置這間60坪的辦公會館 讓志工們執勤 可以更安心更安全 白姐白理事長 他在接任理事長之後 他自己內心 然後有這麼有魄力 在非常短的時間 解決50年來生命縣會館 缺乏的問題 完成了一個這麼棒的一個會館 讓我們的志工 有好的空間 來服務人群 第二個感謝是我們的志工夥伴們 這些老師 大家都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自己的時間心力 為社會付出 讓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感受到陪伴 我自己心生有體驗 我上一次來會館參觀的時候 就感受到老師他們真誠地去理解 你的每一個人的困難跟需要 新的會館已經上線啟用 志工們輪班提供24小時的電話協談服務 議長同志委特別致政匾額 感謝理事長和志工夥伴 以愛心和耐心搶救無數陷入苦難的生命 獲得新生 新的會館正式啟用協會安排心理輔導 諮詢相關課程 期盼精進志工相關服務專業能力 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